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烏克蘭那邊的軍隊 現在已經衝進了他們自己國家裏搞自己誘 怎樣搞自己誘法 就是在各大娛樂場所裏 瘋狂地去抓人當兵 讓多些人在前線犧牲 其實前線烏克蘭那些士兵已經有很多反戰厭戰的情緒在 甚至乎有些老兵他們現在已經在希望戰爭盡快停止 不想再打下去了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現在最新的狀況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最近有些報導說烏克蘭的軍方 現在是走進去餐廳 夜店裏去抓人 抓了他之後就不跟他家人說了 強制將他徵兵 要一些年輕人士直接入伍 男男女女都好 你一後生即刻拉跪了你 所以為甚麼 那麼多烏克蘭人 男女女都好 都要離開烏克蘭 甚至乎有些人是要 去到英國那裏培訓 都要離開烏克蘭 否則你可能連命都沒有 還有 你可能去到軍隊裏面 你都是做培訓 再連命都沒有 根據一些報導就指 烏克蘭的首都基庫 他們近期出現了一個大範圍的精兵情況 烏克蘭軍方他們在基庫的餐廳 俱樂部 酒吧 運動場所 甚麼地方都好 便利店都有 街上也有 展開一些突擊的拉人封艇行為 即是無端端那些的兵 就是幾個車 很快的 在附近本身部署在這裏 衝過去是普通車 然後一下車就全部軍人 然後就是封了那間店頭 然後拉人 沒錯 很多很多很多 他們目標就是要強制徵召 那些甚麼文件不符合規定的民眾 入伍 即是說他不是雙殘 就不是超靈這樣 就將他拿進去 甚至乎在體育場館 舉行烏克蘭搖滾樂隊的演唱會的時候 那些軍人直接衝進去演唱會那裏 跟著就直接拖走了 那些看著演唱會的年輕男子 總之他四肢健全的 就滴走他 那怎樣 台上唱歌那個 繼續唱歌 要不然你台上那個都滴走 就參賽台上那個都是四肢健全的 不過就不好意思現在滴走他 就這樣解釋 是不是 根據每日郵報的報道就說 由於現在強制徵召的行為 發生得非常之厲害 引來那些現場的民眾強烈地不滿 甚至乎有女性大聲地抗議 通常是媽媽來的 對那些軍警說 可恥 你們太可恥了 但都沒辦法 他們如果是 拉不夠人 回去做徵召的話 他們自己都會受罰 怎樣受罰法 他們明明現在是後援的 他們的受罰就是 將他們推上最前線 所以沒辦法 唯有他們自己 他們就要拉這些人去當兵 拉這些人上前線 幫他們做擋箭牌 雖然很多民眾大罵軍警 但那些軍警都沒辦法 要依舊地拖走目標的男人 而那些民眾 全程目睹整個過程 他沒有犯事 他就是沒有犯事 他什麼事都沒有 他最壞就是什麼事都沒有 他有手有腳 所以就被拖走了 民眾目擊整個過程 而根據現在烏克蘭的戒嚴法 他們就說 所有年齡在25歲至60歲的男性 都要復兵役 而18歲至60歲的男性 全部禁止離開國家 有些女性現在都可以復兵役 而在2024年4月份的時候 然後由於他們士兵短缺 即是今年4月份開始 他們士兵短缺 所以烏克蘭的政府 就將精兵的年紀 就從27歲降到25歲 並且取消了 僅部分符合條件的精兵漏洞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所有的人 總之你不是傷殘 就可以直接加入軍隊 除此之外 軍隊裡的志願者 必須要嚴格地通過一些醫學和體能測試 才可以符合到一個合資格兵 即是什麼意思呢 是否被他們抓完強制精兵之後 不合資格就可以出來 不是 只不過你的體格等等 如果是不合符資格的話 那你搶前線是沒有鼻彈衣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正呢 正呀 你想著他的後碗 不是呀 你夠大份呀 擋了兩顆都還可以 是啊 真的 所以呢 不過也很難 你在烏克蘭怎麼會胖呢 你怎麼會先過不了呢 總之過不了就 對你去做最前線 做偵察也好 做人肉擋箭牌也好 怎樣也好 拉了你 你一定要上前線 那你 你現在是立即鍛鍊一下 要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話 出去 你是犧牲品來的 是不是 雖然 早在開戰之初 有很多不同的外籍兵 加入了烏克蘭的軍隊 包括台灣島好像有 韓國也有 不過好像全死了 但有消息指 自2023年3月以來 這些外籍戰士 在戰爭結束之前 都不能夠回回他們的家鄉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之前不是吸引說 你們過來參軍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就可以拿到烏克蘭的 烏克蘭籍了 甚至乎烏克蘭到時 入了歐盟的話 入了北約的話 你們就 很棒了 歐洲大地任旅行 但是 在任旅行之前 你才要確保自己 在戰事結束之前 是不會被投胎 所以那些外籍士兵 有些人想過去 看一條條吃飯幾尾 香港也有幾見過了去 然後 那怎麼辦呢 過了去之後 他也很恐怖 他真的這樣寫 香港那時候不是這樣的 那些 香港警察也扔出道彈 他們不是的 扔飛彈 扔飛彈 大佬 啵啵啵啵 還要進去 要簽生死狀 喂 打仗而已 我以為真的要死 打仗 不是真的 會有人死的嗎 喂 要收護照的 我打仗 打兩天就算了 兩天裡面 還要玩一下槍 玩一下他 啵啵啵 就算了 不打算上前線的 大佬 好恐怖 結果他們走了 香港那班 BNOR 當然 他們 他們不要回流吧 這些藥雞垃圾 不要回流 大佬 垃圾回流很大件事 我們堆田區其實爆滿了 接著講回報道 報道裡面也提及到 就說很多的 在波蘭邊境 準備去加入軍隊外籍人士 見到合約 那個叫做 合約的地方 實質上寫的東西等同於 精召兵的一個合約 所以對於這件事是猶疑不決 因為真的要扣押他們的護照 在戰爭結束前 他們不能離開 那 那怎麼辦 一會兒 老婆生兒 媽媽有事 那怎麼辦呢 叫他過來 哈哈 所以 在這麽大的問題上 很多外籍兵都不敢再去幫忙 自開戰以來 直到目前已經有很多外籍兵 喪生了 有一個私人保安公司 派去波蘭參戰的前海軍陸戰隊 在2022年參戰 跟著2022年4月已經是喪命 2022年3月參戰 4月喪命 嗯 幾快 除此之外 英國也有些自願兵 在烏克蘭的戰爭內陣亡 在2023年8月份 有一個自願兵 在烏克蘭戰死了 那個死訊還要是由他的兄弟公佈 他是6月份的時候決定過去的 8月死了 只有兩個月都算是厲害了 根據他們有一些叫做 《每日電信報》的報道指出 很多烏克蘭的男子 將精兵視為一張單程機票 還要是回答到不知道第幾層 唯一能夠結束復兵役的方法 就是死亡或者變成殘疾 所以真的很慘 而倫敦黃家聯合服務研究所的副研究員 達尼納克 他就說 精兵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種沒辦法回頭的選擇 而問題是 精兵本身的條款 就不讓人回頭 所以就死定了 你怎麼會去呢 根據烏克蘭的邊境衛隊 在4月份的報告 他說自從戰爭爆發之後 最少有30個男人 在逃離烏克蘭的過程中 試圖游泳穿越河流的時候 就死 或者是在寒冷的山路上凍死 都好過 也算是希望不會打仗很快就死了 除此之外 根據2024年1月份的YouGov的文調顯示 英國40歲以下的受訪民眾 有36%的人士就說 如果爆發世界大戰的話 他們會 對不起 38%說 他們會拒絕服役 我為什麼要跟你打呢 走 另外30%的人就說 即使英國是面臨迫近未接的一個入侵 也好他們都不會加入軍隊 不會不會不會 他們有人打就行了 不關我的事 沒有所謂 我走 就是這樣 你看到其實英國那邊 那些人都是坐在你都傻 所以英國為什麼 都堅持是 盡量在別人的地方打仗 不在自己的地方打仗 大家看得到 他們那些人都是 廢的 都是 膠膠地 ok 接著也說一說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的報道也說 烏克蘭的士兵 現在普遍是持有一個厭戰的情緒 就算是老兵 軍官都不想再打下去了 都想快點快點去結束這一場的戰爭 有一個烏克蘭的中衛 女的中衛 女的 女性來的 她已經說了 已經很累了 很疲憊 她只是29歲而已 很疲憊 現在已經搞不定了 已經不想再打下去了 她本身是烏克蘭第54機械化裡的指揮官 是一對25人強大無人機偵察牌的指揮官 這兩年半裏面一直都在頓巴斯的前線度過 但她說她不想再打下去了 何時可以停 說真的 拿著那一架都很像大疆的 ok 行不行 她說每天都在偵察 都在看敵人怎樣進攻 都在看怎樣走 怎樣成功 曾經試過 是贏過俄羅斯某些人的 她說 但一年以來 她近兩年以來都沒有怎樣休息過 一次休息 她就不想再打了 為什麼要再打呢 都好像 無止境那樣 還有 北欲國家 又不讓她真的加入 西方國家又不是很幫忙 然後 烏克蘭的經濟 他們西方國家又不幫忙去搞 軍事又真的 只懂得給一些東西 他們自己打 那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 她也說 她那些手足門 那些烏克蘭的士兵都認為 不想再打下去了 那些國家沒有人 那些國家是土地不能用的 那些國家變成 苦不堪然 爛了 就算是那些老兵 包括這一個的將士 那些老兵也都認為 不要 不要再打 早些結束這個戰爭 更好 他們現在需要的不是戰爭 需要的是重建烏克蘭 但是 你有你這樣的想法 但是你的總統 是不是真的這樣想呢 美國是不是真的這樣想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